老师居然也成了小偷 在在高雄一家加油站 他们遭到歹徒刑切 警方调阅附近路口的监视器 画面发现犯案的居然是一名 布西班的老师 戴着安全帽的科技男子 趁着凌晨加油站员工在忙的时候 缓慢的走向收银台 把总值约一万元的现金邮票 以及高速公路的回数票 统统搜刮一空 随后拔嘴就逃 当时都没有人看到还是怎样 没有通过 青年最后少很多嘛 对啊 加油站员工当时根本不知道 事后清点才发现遭了小偷 警方根据监视器 逮到这名科技男子 才发现他原来是个补习班老师 还一度同时经营两间补习班 不过因为少子化的影响 补习班陆续倒闭 还欠下了上百万元的债务 然后因为少子化的关系 然后就收不到学生 然后一家一家倒了 所以就可能初始下车吧 虽然科技男子在补习班倒闭之后 继续担任家教 不过路不敷出 当初为了招揽学生 努力考硕士念在职专班 没想到现在为了生活 犯下多起的窃盗案 落差之大 让警方也很讶异 博士念在职专班的工作室